好来我们现在进入1.2多项式的四则运算 然后首先四则运算是什么呢 四则运算就是加减乘除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我们要学多项式的四则运算 然后多项式的相加一相解 就是将各式中的同类项的系数相加减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3a加5a直接8a 然后6减10减4ab 然后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自己本身其实是看它like term ab squareab square3加14ab square 然后减2b cube 然后1减2它就变成减a cube 我就直接同类项之间加减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有减5加7它就2 然后a就a跟a的部分呢 减5 1减5减4减4a 然后6a square减4a square 它变成加2a square ok好 在这一边呢 我们要知道一样东西 就是我的同类项之间可以加减 就是说我们在这一边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同类项 然后同类项 ok 之间 可以加减 然后呃 不是同类项不能加减 好 在这一边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就是如果我有x加x它会等于什么 然后我的x加y它又会是等于什么 因为它是同类项之间可以加减 在这一边呢 我x加x它会变成2x 两个x 因为它是同类项之间可以加减 x加y呢 它就是x加y咯 你到不了你讲它是y加x ok 可是你在这一边你讲它是什么 x加y等于xy的话呢 这样就错了 x加y不等于xy 为什么呢 一粒层加一粒层变成两粒层 一粒层加一粒苹果 变成一粒层一粒苹果啦 或者是一粒苹果一粒层啦 你不可以讲一粒层加一粒苹果 变成一粒层苹果嘛 这样就错了啦 ok 所以在这一边8a 然后过后的这个-4ab 你就拿6-10 ok 如果你真的是不会这一种东西的话呢 你能够做的事情是你用计算机咯 你直接这个6-10 你不会的话 你用计算机 你按6-10 然后你拿到的是6 6-10 6-10 这个6-10 然后你拿到的是-4 -4ab 然后我们这一边的这一个4ab 2-2 然后再-a3 6-10 然后这一个2-4a加2a2 2-4a加2a2 对好 来在这一边呢 我们要画减这个东西 在这一个地方呢 我们要小心的一样东西 就是你的开挂幅 你开挂幅你的前面是a 你的前面是加的话呢 你就造写 如果这边有x加y的话 你这一个就会变成x加y 就是说你的挂幅前面有加 或者是挂幅前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这样的东西 你都是造写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你的前面有减的时候呢 你要小心 ok 你有减的时候你要小心 你有减的时候呢 你开挂幅的时候呢 你要这样减跟它乘进去 它变成减x减y 减跟它乘进去 减减x减乘减加加y减x加y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我造写4xy加3bx加6xy-dy造写 我把符号丢掉丢掉这样 因为它是加吗 或者是没有东西的话造写 然后xyxy4加60 然后3-1就22b1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这一个你要小心 忘了减这样沉进去的时候 它就变成f2-1-4-加加x2 x2加x2-2x2-4-1-5 所以它会变成2x2-5 然后这一个它也是减减减减 所以前面的造写 减2x2-加xy-8y2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就5x2-2x2它会变成3x2 3xy加xy变成4xy y2-8y2变成减7 所以我在这一边一减8 它会变成减7 ok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是属于 那个多项式之间的加减 然后以前可能你的那个学校老师 工办的时候他跟你讲 啊你要重新排列过 p跟p在一起 q跟q在一起 然后再来加减 可是你这种这样乱的东西 你开一次都已经是很大工程了 你开了你要再重新排过 我不做这样的事情哦 我也不让我的学生做这样的事情 你看他是加加加的情况之下呢 就里面的东西造写而已 ok加减减里面的东西造写 里面的东西造写 然后我的p² p² p² 所以它是3-1加2 3加255-110 所以4p² 然后我的q² 加q²再减2q² 然后他就没有了 然后接着-1pq 加1pq -1pq加1pq就没有了 剩下-3pq 这就是我的答案了 ok 所以为什么我们之前要把它 生密降密相来写呢 我生密降密相来写的时候 我的那个对应的 我比较容易找到 比较容易加减 来 我们在这一边来看他的这个随堂练习 ok 好 在这个随堂练习这一边呢 我们来做一下 这6题的随堂练习 好 首先我们的这一个呢 它是4-1-5 4-5-1-2 所以它就变成-2x 然后你在这一边4-1-5 然后呢是在这边4 然后这一边呢是 呃 对呀 来 我的mouse呢 中文的mouse 4-1-5 然后呢是-2 对了 然后英文字母造写 然后这边12-4就88加19 所以它这个会变成9ab 好 来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2 第3跟第4这一边 好 第3题这一边呢 它需要做一些事情 ok 我们的这一边呢 它这一个 它就这样沉进来 所以它变成x2加7x -2x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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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x 然后这一边呢 我就减 再减 然后它就变成减3x2y xyxy5加2 5加712xy xy跟yx是一样的东西来的 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我的xy跟yx是一样的东西来的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就是x2跟x2之间加起来 然后1-2变成-1 啊 然后我这一个-x2 再-2x2 然后变成-3x2 这样 ok 好 来接着再来我们看这一题 它3沉进去 整个-2沉进去 所以它会变成3x2加3 -2x2-2x2-2加2 所以它会变成x23加2加5 这个沉进去 是沉进去 所以4乘2分之1 它就变成2y加4 -8y-2加1 所以它会变成-6y加5 这就是我的答案了 ok so到这边为止 是属于 那个 随堂面习1 的 然后 12.2的这个我另外一个影片 专门来讲解